黑糖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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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介紹給爸爸 爸爸 爸爸去拿個刀子來 我想吃黑糖糕想很久 他後面有些保存方法 爸爸 爸爸 然後冷藏取出來 微波30秒之後 吃 更鬆軟 媽媽 快快快 很雞 雞雞 雞雞 好 等一下 我先把它拿出來 來 哇 哇 這個就是你說很厲害的黑糖糕 對 高高 來高高 超綿的 超綿的 我先咬一口 好 試試看 你有吃過黑糖糕 不太吃龍糕 這是畫粿啊 畫粿啊 畫粿啊 你看Yuna好愛 這是畫粿吧 不一樣 太不一樣 畫粿跟黑糖糕也不一樣 超好吃喔 它有一個黑糖的香氣 呃 牛糊吃太大口 你看沒有多愛 所以你覺得是黑糖糕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黑糖糕味道差不多 對 可以用蒸過的 蒸過的 蒸過的可能會 可能蒸一下下會比較鬆 對 它就會像 啊 還有還有 吃完再給你 欸今天要放冰箱喔 對 它就是開了就要放冰箱 它就是 這都是當天做的 現做的 它就是 這是澎湖的名菜 然後我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就是去澎湖 就是呢 第一 它是我們唯一帶回來的伴手禮 對 第一就是 大家看到我們出 去澎湖的時候 大家看到我們有拿護照 原因是因為 有人問喔 蛤 有人問喔 沒有啊 但是大家會以為 我們拿護照要幹嘛 我覺得應該是 全部 台灣的護照 全台灣只有我們拿護照吧 因為呢 就是我們從來沒有訂過 就是 國內的飛機 我自己從來沒有訂過 我自己從來沒有訂過 飛機這樣子 尤其是國內 然後呢 我就寫 我就 我們就打了英文上去 然後真的是好寫 因為發現 澎湖 大家都說很好玩 然後要去什麼沙灘之類的 然後大家都會建議說 你至少要去個 四天三夜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那要趕快打電話 去問那個 航空可不可以改我們的飛機時間 然後呢 他在跟我講的時候 順便提醒我 我說真的 不然呢 我們真的是 也去不撐 因為當天一定是 我們不會有護照 他有提醒我們要帶護照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家 我們飛機是滑信 滑信 滑信呢 提前一個多月去訂那個 飛機票 他的機票是真的比較便宜 尤其我們家也有兩個小孩子 這樣子 那UNA是完全 真的真的自己訂 真的很滑爽 UNA是完全不用送 然後你們如果要便宜的之下 就是去滑信 就是訂那個找鳥票 然後就是 我覺得會差個 寶貝 他生泡泡 我覺得會差了幾千塊 這樣子 就是可能一兩兩三千 我覺得會差 我們訂完三個人家 UNA這樣就是七千多塊 你吃完 你吃完鼻涕就給你 趁鼻涕這樣 趁鼻涕 趁鼻涕這樣 好趁鼻涕這樣 所以差了七千多塊 那如果說 我們去訂別家的話 要差不多 他米米 9千多塊這樣子 那所以 就是提前一個月 但是這個票呢 就是因為他是很優惠很優惠的票 所以他不能改 你改的話 要再多付他 或是手續費 都發現 這樣子不划送 我們想說算了 我們就先去個三天兩夜 然後再來呢 就是去到那裡 就是每個人都跟我們說 一定要騎摩托車 那但是如果 以我們家 我們自己是比較屬於親子的 親子我們也沒有要出海 然後剛好我們又住在那個港口 港口那邊 所以基本上我們只要去馬公室 吃吃吃東西而已 所以如果以我們兩 一定要租到兩台摩托車 這樣子其實是對我們不划算的 那我們不如就是 像我們飯店 我們是住蓬城 我們飯店到市區 其實只要 就是反正都不會超過十分鐘啦 那種車程 基本上都是一百 對 你就是一百 一百 一百這樣 所以我們這樣其實三天下來 就是差不多 嗯 就是幾百塊這樣 這算是你旅遊花最省了吧 嗯 就是 這是交通的方面 就是 其實你們也可以坐計程車 不要騎摩托車 當然你騎摩托車可以晃 到處晃 但是我說真的 馬公室沒有什麼好晃 就是我覺得有點小 然後就是 還有就是 大家都關店關的很早 很早睡 但是那你如果太晚出門的話 十點多紀錄送 我們只有七年 沒有沒有 你就是一般到那個 市區太晚 可能去老街太晚去的話 其實也都管了 然後再來就是 吃的方面 就是因為 他們吃的選擇真的也是蠻小的 如果大家都要去明店的話 但他明店就是 還好因為我們這次去 剛好是九月底 所以基本上呢 基本上人沒有到很多 就是你想要吃什麼 其實稍微拍一下 都是吃得到 但是我覺得吃這個部分 澎湖真的選擇蠻少的 對我來講啦 然後就是 所以這一次 所以這一次 這一次我去澎湖 真的是 就是我們 旅遊的費用 花的最少 真的喔 我去旅遊 比去中南部還省 對去中南部太多吃的了 然後 奶不停 對 就是你想吃的東西非常多 但是你到澎湖 你真的是 我不知道 要 吃什麼 吃什麼 因為 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大家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也是 也是跟著大家說 欸 人家那個 什麼節目有去過啊 或大家都推薦啊 你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 就是 也沒有讓你特別經驗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吃的方面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們人多的話 我覺得可能可以去海鮮餐廳 或是 或是說 人家也有推薦燒烤 對 但是我說真的 那個是 呃 不知道幾久就有吃到飽 但對我們來講 我們有不吃吃到飽之外 再來就是 呃 就是 它其實 像那種燒烤的東西 其實 它也不是全部都海鮮 有一些肉或是什麼 我們就 我說真的我們沒有 沒有什麼興趣 真的 因為我比較喜歡的話 我就是 我也不太 我也比較喜歡吃生蠔這樣子 然後還有呢 就是我們去 我們 就是還有一個活動 就是 海上 牧場 欸? 海上 不知道 海上牧場 海上皇宮 海上牧場皇宮這樣子 就是 大家有些人會推薦 然後去 KK Look 去買這個 我個人是建議 就是 不要買 因為 我們四個人這樣子 一千一 但是 他們就是 就是 他是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去釣魚 然後就是去 生蠔吃到飽這樣子 他剛出生 因為生蠔吃到飽 我覺得也有吸引到我 然後想說 欸我們還可以 釣個魚 但是發現 欸他只是 餵魚 對 餵魚 然後其實 玩一下下 你就會覺得很無趣 因為那 那也不可以真的釣上來 都什麼事情也不能幹嘛 反正你也釣不起來 然後你只能在那邊看大魚 一直在吃你的小魚 然後再來呢 一千一 一千一的話 生蠔吃到飽 也就只有我跟我老公吃 所以這樣子 其實是真的 不划算 然後就是 還有他們的 生蠔啊 的確是可以吃到飽 但是他們要 自己烤 還有再加上他們 生蠔非常的 小顆 很薄 然後再來 你就是用到後面 其實 火都變很小 沒有辦法 一直吃 還有再加上 澎湖的 澎湖的那個 這個生蠔偏鹹 海味也比較重一點 而且它不會開 對 它不會開 它是不會開的 比較不會開的 生蠔 那我一般 一般我們在台灣吃到的生蠔 像 冬食 冬食那邊的話 它是會開的 就你預熱它就會開 你就知道 欸可以吃了 它不會開 你要瞧瞧它 欸有人在嗎 對啊 反正就是我們 就是去 但是因為我們 比較不一樣 我們帶著兩個小孩子 如果你說要 很多人說要出海去坐船 說真的 大家不要被欺美騙 因為你 你騎車到港口過去之後 你要坐船差不多 快一個小時的時間 也不是說被騙 就是你會花時間比較多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已經接近風大了 說真的我們去海上牧場的時候 我被吹到我真的是 頭已經 就是真的已經蠻痛的 就是我覺得 這樣風一直吹著 我蠻不舒服的 所以我不想要就是 所以我不會選擇 坐海出去 對 那我覺得如果你們要是要在 可能很多人要去花火節 可能要去花火節 然後去坐海 嗯 有些人選坐海去 坐船 坐船 坐船去澎湖 或是坐船出海 我覺得那時候天氣太熱了 就是我覺得也 海中這樣吹一吹 我覺得也是會很不舒服 對 但是我會建議 大家坐飛機 會比較舒服一點 如果你就是 比較怕這種不舒服的話 對 好啦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快被Yuna摔到 對 掰掰